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王美成的爸爸是一名退休厨师 两年前因为对烹饪还有热忱 所以决定当小贩卖椰浆饭 美成从澳大利亚大学毕业回国后 也到档口帮忙 之前我爸退休的时候 他刚好不要到这个档口 所以我只是过来帮他 然后之后就觉得 开始慢慢爱上了这份工作 我自己本身就喜欢吃 然后觉得这些不要 新加坡传统的那些食物 来渐渐的有点开始消失了 然后觉得这样接手的话 我可以把我喜欢吃的食物做得更好 当美成告诉父母想要接手档口时 爸妈的反应不一 我妈妈很支持 我妈妈没有那么支持 因为他觉得女生应该要在一个 比较舒服 好像比较没有那么杂乱的那种环境来工作 我妈妈觉得我租了大学后 然后那个文凭有点浪费 年轻博人对小贩这一行又有什么看法 其实煮东西是一个技巧来的 我不会觉得是一个低的东西 我觉得是很好的东西 如果你叫我煮我是不会煮 我是觉得他们一定会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对他们的食物 那个工作是蛮辛苦的 我会自己做 小贩行业不容易 起早摸黑 准备食材 长时间的工作 灶热的环境 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 北城曾经想放弃 但很快又打消了面头 我们的那个工作时间真的很长 实在很长 然后也看成绩也没说是很好 所以说真的 如果能可以做一到五个工作 买一个工田 有年轻药 听好了 还可以穿着泡泡亮亮去做工 可是之后我就觉得 不可以有这样的想法 就开始的东西就要做到了 年轻女小贩不止美城 位于仍然洪山的ABC专厂熟食中心 还有另一人 我叫林盈 我今年30岁 在当小贩之前 我是一个行政人员 然后我们现在是卖肉搓面 林盈的父母是小贩 亲戚们从事餐饮业 因此从小她就对饮食感到兴趣 一年多前 林盈和从事保险业的丈夫 参与了国家环境局的培育摊位计划 不过为了有更多时间陪伴一对儿女 夫妻俩只在白天营业 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 我爸爸妈妈都是小贩 所以没有什么时间来跟我们成长 我觉得这个有点遗憾 所以我就跟我老公 我们两个就坚持 说尽量的我们可以陪伴孩子成长 我们只是开白天而已 我们就牺牲这一部分的收入 好让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陪孩子 在晚上的时候 上学还是可以接触 林盈说培育摊位计划 主要为他们提供津贴 但是手艺如何就得全靠自己 一开始 父亲俩对烹煮面条一窍不通 幸好母亲曾经卖过云吞面 能够把经验传授给他们 我们不会煮那个面 也不懂得怎么调味 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要靠我妈妈教我们怎么煮 还有那个调味就是要靠这里的街坊 顾客给我们意见 为了确保小贩手艺能够传承下去 国家环境局将在接下来两年 推出小贩成前起后计划 在新计划下 当局马有意退休 但找不到接班人的资深小贩 和想要成为小贩的新人 进行配对并接管摊位 资深小贩必须拥有至少15年的经验 新人在参与计划前 也必须接受厨艺评估 配对后 新人得到档口当几个月的学徒 并且再通过了测试 才能接手原来的档口 有时候不是他们不想把摊位和生意传给家人 是可能家里没有年轻的一代想要接手他们的生意 在这个计划下 参与的小贩 我们会把现有的条例放宽 容许他们的摊位和生意 可以让非家属和亲戚接手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希望资深的小贩 可以把多年来累积的经验和手艺 传授下去 他们就可以继续经营他们的摊位 我们不应该把它和通过商业的手法转让经营权 和购买美食秘方的那种做法作为一个比较 美食博客认为 虽说小贩价格应该价廉物美 但如果要吸引更多人加入小贩这一行 就必须考虑到人们对于小贩收入的观点 他们必须能赚几乎从什么他们做 和持续的生活方法 还能持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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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购乱 它并不是这么容易 我认为那些人 要花钱$12-15 吃一碗的Ramen 你不必说 我们不必说 我们不必说 我们不必须要花钱$3 我们必须要学习 如果这个卩客服务 可以赚钱 我们可以赚钱 其他卩客服务 只能赚钱 我可以吃 我可以支持 这也不错 为了能够更好地规划自己的未来 美城打算依据父亲的食谱 开设不同美食档口 例如米香和日本料理 吸引不同的顾客群增加收入 他觉得新一代的小贩也需要掌握科技 当小贩现在其实很不一样 现在当小贩不只是很像 你的食物要做得好吃 你要得到达到 然后你要怎样去利用社交媒体 或者怎样利用口语 怎样对客户带来的一个关系 来去保持你的正常 其实很多都是需要很多经验 很多东西要学习的 小贩中心对一些人来说 是填饱三餐的地方 其中的文化也蕴藏了 我国几代小贩的辛劳 生意成功无疑是一种肯定 如何让传承的火炬不灭 就得靠年轻一代传递下去了 前线追踪 欢迎您针对任何课题 发表意见和看法 以及提供节目素材和线索 让我们为您追踪报道 您也可以到巴世界网站 重温节目和观看精彩视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